大家好,我是董振隆,董老师 那在这边呢,我想要秀给大家看呢 家教银行啊,这个家教网呢 他现在有在网路上,他们的网页上 大家可以看到Tutorbank这个网页上呢 在贩售家教达人赚钱圣经 所以各位家长呢,可以看得到 董老师啊,在这边的一些著作 的一些简介,那这边他有 详细的介绍一些我的经历 然后还有这本书的特色 还有提供一些试读版,然后还有文章的目录 这样子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啊,在这个家教网里头啊 家教老师有28494个 在目前,那在这28000进30000的老师当中啊 董老师呢,是唯一一个能够写出一本家教 家教电子书的人,也是唯一呢 能够在他们网页上贩售这本书的人 事实上啊,这种模式啊,就是有人称,就是 事实上在家教业上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从来没有人写过一本家教书,然后跟家教仲介中心合作贩售 这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各位家长可以看得到,董老师呢 的确是创了家教业上的一个创举 而且呢,也证明了呢 董老师呢,至少赢过这将近三万个家教老师 那全台湾家教老师也没有太多啊 最多就是四五十万吧 根据我的了解 那董老师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呢 我呢,当然目前根据种种的观察 我发现我应该是南区,史性最高 而且,算是在家教业上,消有名气的老师了 那如果各位家长呢,想要呢,找我家教,你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要怎么教家教老师在家教这一行成功 换句话说,我可以解决他们在家教中,所有会遇到的问题 包含呢,例如说,如何衡量你的教学成效 那,还有如何改善学生的成绩 要怎么提升教学品质 要怎么样超前,帮学生超前进度 然后要怎么检视学生的读书习惯 那如果学生考不好怎么办 如何改善学生的作息 如何教你的学生读书 如何当好学生跟家长的沟通桥梁 等等的 那这些呢,都是我教给我的读者 就是那些家教老师的一些知识 当然因为我这本书是着重在帮助家教老师 在家教这一行成功 所以会谈比较多实心 或者是应征的技巧 但是呢,各位家长可以看得到 我的确在这一行啊,已经呢 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一套成功之道 事实上啊,我在家教这方面啊 时薪最高是曾经有家长 聘请我去北上,就有租高铁的钱 高铁的钱啊,然后再实心五千块 那,当我在南区啊 我知道,呃,这个价钱会实在过高 所以呢,我在南区的实心呢 通常是借在一两千块左右 所以我相信这次呢,稍微有财力的家长 就可以负担得起了 所以我有很多家长也都是医生 或者一些,甚至公寓员也有 对,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要呢 找最好的家教 那,欢迎找东老师 而且目前呢 我提供一个家教业上 史无前例的创举 另外一个举动 就是我保证呢 在我教完你的学生 给我一次段考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四次左右的教学 四到六次左右的教学 我保证呢 学生的成绩一定提升 如果他没有提升 我这一个月就白教了 我就不收你半毛钱 那做出这个保证呢 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做出 代表呢 我对我的教学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家长呢 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评估了 因为小孩子的教育 就只有这一次而已 好,谢谢